這張照片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會有提供給你們 因為我用文字描述 可能寫100個字 不如一張照片 現在就是有機具 在裡面清運 裡面的裝潢 我要跟大家講 整棟房子拆掉 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我歷經了 將近快要半年的行政程序 每一關 我都按照法律的規定 我簡單這樣講 我說要拆 我就一定拆 而且我整棟拆 而且我依照法定程序拆 我今天啊 再利用這個記者會問一次啊 我們的賴清德副總統 總統當選人 你在萬里的賴皮寮 什麼時候要拆啊 可以賴著不拆嗎 首先 它是未登記 未有建物登記的建物 未有建物登記的建物 不等於違建 建築法翻一翻 位於建築法蓋的建築呢 是沒有建造 沒有使造 但是它跟違建不同的是 它是屬於在施行 建築法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建物 所以它依法 沒有辦法依法取得 建物的 這個建物登記 那沒有建物登記 在台灣 就不是財產 所以 沒有辦法進行財產申報 因此呢 黃委員倒是要說一說 他的違建 事實上是有稅級登記的 那是有財產的 那要不要問問他 他這樣的一個 有稅級的違建 倒是在財產申報上 屬不屬於工職人員 財產申報的範疇 我沒有說要申報 我說請他先去查一查這一點 他自己的違建 有沒有稅級登記 有稅級登記 算不算工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財產 請他先查清楚 搞清楚自己在拆的違建 有沒有依法申報 再說 不要老是在 一些其他的委員會提出 這個賴副總統的老家 他當時選總統的時候呢 沒有去做這個財產申報 抱歉 那是一個沒有建物登記的 既有建築 跟他的違建 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在建築法施行前 就已經存在的 一個是在建築法施行後 才沒有依法去進行建造的申請 所大的違建 兩者不一樣 其實跟黃總召同樣在 司法法治委員會 經常要面對 他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對於其他官員 有許多他獨特的法律見解 但是呢 昨天他也在其他的委員會 有類似的指責 比如說他昨天 在內政委員會 對中選委主委去質疑 賴副總統現在 在那個 那個礦區的房屋 並沒有進行財產申報 那他可能一直存在著 對賴副總統 所擁有的老家 他一直有一個不太認識他的 法律上的定位 首先 他是未登記 未有建物登記的建物 未有建物登記的建物 不等於違建 建築法翻一翻 位於建築法 蓋的建築呢 是沒有建造 沒有使造 但是他跟違建不同的是 他是屬於在施行 建築法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建物 所以他依法 沒有辦法依法取得 建物的 這個建物登記 那沒有建物登記 在台灣 就不是財產 所以 沒有辦法進行財產申報 因此呢 黃委員倒是要說一說 他的違建 事實上是有稅籍登記的 那是有財產的 那要不要問問他 他這樣的一個 有 有稅籍的違建 倒是在財產申報上 屬不屬於工職人員財產申報的範疇 我沒有說要申報 我說請他先去查一查這一點 他自己的違建 有沒有稅籍登記 有稅籍登記 算不算工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財產 請他先查清楚 搞清楚自己在猜的違建 有沒有依法申報 再說 不要老是在一些其他的委員會 提出 這個賴副總統的老家 他當時選總統的時候呢 沒有去做這個財產申報 好 抱歉 那是一個沒有建物登記的既有建築 跟他的違建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在建築法施行前就已經存在的 一個是在建築法施行後才沒有依法去進行建造的申請 所大的違建 兩者不一樣 所以此違建非比違建 請法律人黃國昌自己搞清楚法規 那自己家是真違建 那就依法該拆除 那就乾淨俐落 不要東扯西扯 就這麼簡單 之前喔 我其實在臉書 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 那我就 不厭其煩的 再跟大家 重新說明一次 那 兩個部分 第一個 就 我們家 越界建築 佔到國有地的部分 我在去年 九月之前 我已經把它拆得乾乾淨淨 全部回復原狀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一棟三十幾年的房子 大概有10% 是寄存違建 新北市政府 他只有通知我 是寄存違建 但 既然是違建 我就要把它拆掉 我不能只拆10% 我要整棟拆掉 整棟拆掉 就開始進入了 非常漫長的申請程序 從 拆除執照 到廢棄物處理的計劃 到拆除計劃 拆除計劃 我在今年 2月26號 今年的2月26號 我收到了 新北市政府的核准函 新北市政府的核准函 在今年2月26號 收到了 收到了核准函以後 就開始找工人 要進場 3月1號 工人 進場清理雜物 開始運氣 3月31號 應該雜物 可以清運完成 大家 稍微等我一下 我昨天給他們說可以用的那張圖在哪裡 因為他們現場其實有PO照片 給我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一張照片說可以給他們的在哪裡 槍照片 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會用提供給你們 因為我用文字描述 可能寫100個字 不如一張照片 現在就是有機具 在裡面清運 裡面的裝潢 我要跟大家講 整棟房子拆掉 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我歷經了 將近快要半年的行政程序 每一關 我都按照 法律的規定 一步一步的 跟新北市政府申請 在2月26號 拿到了 拿到了 拆除計劃許可核准的通知 3月1號 3月1號 其實他們就進場了 所以如果有人 認為說 現在開始偷偷 我老實講 他已經Lag 他已經Lag太久了 他自己 可能都存在的資訊上面 的落差 我簡單這樣講 我說要拆 我就一定拆 而且我整棟拆 而且我依照法定程序拆 我今天 再利用這個記者會問一次 我們的賴清德副總統 總統當選人 你在萬里的賴皮疗 什麼時候要拆啊 可以賴著不拆嗎 什麼時候要拆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可以賴著不拆嗎 這個是總統要展現出來的格局嗎 這個是總統 要教導全台灣人民 你要教導全台灣人民的是依法行政 還是綠色就是特權 我想 更值得關注的 是後面這個問題 至於我家的拆除進度啊 大家不用擔心 我已經答應了 我已經答應了 一定會有人去做 最完整的記錄 如果有人 要躲在路邊 蹲在路邊 拍的話 台灣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我也不會去阻止它